这话当然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合并的话呢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把他们全部13个 全部帮我另外再存一个新的档案 那我把它放桌面 那特别注意 将来呢 这一个新的档案呢 比如说我名称叫全部好了 请你记得 不要把它放在同样目录里面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放在同样目录里面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DIR 刚刚有用到DIR 如果你把全部放进去 那自己又会自己把自己又会合并进来 因为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自己就又自自己 所以记得 这个档案 将来要合并完的档案 请注意 千万不要像之前有同学 是直接把它丢到同一个目录里面 这个目录里面呢 那又如果用DIR的话 变成自己又会找到自己 那自己又找到自己 自己又把自己合并进去 那就没完没了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大概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demo一下 有各位看 基本上 我们做出来大概就一键完成 希望把这13个全部合并在一起 所以呢 一样 当然这个地方呢 跟刚刚一样 就是什么 一个一个全部把它开开开开开 开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合并成全部 那全部打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13个 理论上应该是13个啦 只是说现在没有按照那个顺序排列 但如果你要做排序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排列在一起 那做法上面的话 我大概说明一下 不过这个难度当然是一定有了 基本上做法 那要怎么样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我直接把问题07 你干脆把这个档案先另存一下 存在桌面上好了 这样不要好找 把它存在我们桌面上 储存 OK 这样按否 那记得把它存成启用聚集 因为里面有VBA 那如果说 我要去执行它的话 特别注意 那我就是Visual Basic 那做法上 我先demo一下 我的做法 一 我先开其中一个 那特别注意 开完之后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 因为我要把 这一个跟其他合并在一起 所以理论上 我会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一定是手动先自己做过一遍 但是我做过一遍之后 我不可能 以后如果同样的事情呢 那我不要重复做 所以第一 我先把乙班开 假设啦 第一个DIR 也许先把乙班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这一个怎么样 像之前一样 移动或复制 其实也是用SaveCoffeeS概念 然后呢 怎么样呢 就是建立一个副本 把它新增一个工作表 OK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SaveCoffeeS就这样 打开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活跃不一 原来的乙班还在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已经开一个了 开一个之后的话呢 再来 把原来的乙班 其实可以把它关掉了 不要存档 那这个就是以后的全部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要不就是最后再存档 要不就是 先存档 都可以啦 那我乙班已经在这个 活跃不一里面 那可是我要把什么呢 把丁班放进来的话 怎么办 开启丁班 开丁班做什么呢 丁班开起来之后按右键 移动或复制的时候 特别注意哦 关键来了 这个地方 有没有 活跃不一 可以建立副本 怎么样呢 看要不要移动到最后了 反正这个不重要 就是反正我如果只要把它丢过去 位置我先不用管 那如果 特别注意哦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Copy哦 而且Copy的部分的话 是把它复制到哪一个呢 复制到我新的这一个 也许我可以先怎么样 那如果我先把那个 这个先取消一下 那如果我先把那个 刚刚活跃不一 另存新档好了 也许我这边可以另存新档 把它存在桌面上 名称这边的话叫底线 叫全部好了 那当然我如果说 存在桌面上 这个还在对吧 如果我现在按右键 移动或复制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名称就叫全部啦 然后建立副本 按确定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全部哦 钉班的过来了没有 诶 有没有 钉班的过来了 对不对 这时候钉班可以不会关掉呢 当然可以啦 这个其实钉班 它的阶段任务关掉了 好 那再来换下一个 假设是几班 那一样嘛 一样把几班打 按右键 移动或复制 移到全部的 这个位置 建立副本按确定 再把他关掉 你会发现呢 几班又过来了 应时可以推啦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 那我知道这个流程之后 可是我要怎么样把刚刚 应该可以懂了 反正13个 最后的话你就把它储存 那全部里面呢 就会有13个工作表 里面 所有的工作表 就合并到全部里面了 流程应该知道了 这个流程 那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把 刚刚做的这些动作 变成一件可以完成的 所有的那个程式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般坊间的书籍 好像我也看过 有人写 但是我实在是 也不是很满意他写的 所以我就干脆看了半天 我还是觉得 还是自己写好了 因为真的 你看别人的程式 怎么看都觉得 怎么快 然后怎么就觉得 好像就不是自己的 就不是自己的 最后干脆自己写好了 所以我就把刚刚的流程 弄一遍之后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写 我就把刚刚的那个 整个动作 全部串在一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不过程式相对的 会比较多一些些 在云端上也有啦 一我一样建一个 合并活跃部的一个程序 第二的话呢 我要先知道 我要合并的那个 目录在哪里 一样按右键 编辑 不过这个地方 当然你等一下 可以改成FireDialog 然后建一个什么呢 这个Space 在DIR 你会发现这个 好像跟前面 那个删除的程式 还蛮像的 有没有 先目录给他 然后呢 要找什么 找DIR 找所有目录里面 有那个Excel的档案 先丢给我第一个 那都坏哦 直到找不到为止 这个好像前面 跟删除档案 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底下而已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利用 Wordbooks 这个Wordbooks 就是那个工作部的物件 点Open Open嘛 打开啊 打开什么呢 找到的第一个 比如说乙班是第一个 那我怎么打开呢 一样 给他一个路径 斜线 因为这边没有斜线 党名 党名 就是包含党名跟副党名 OK 那就是把这个 找到的乙班打开来 那特别是因为 我这边有逻辑判断 如果它 不等于1 所谓的不等于1 其实就是 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令纯兴党成全部 后面的就不用 不需要了 因为已经 只有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才需要令纯兴党 那第二次以后怎么样 就是把它丢到那个 全部的后面 OK 所以两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有个逻辑 如果呢 它是第一次开启 那什么是第一次开启 I不等于1 那这个地方是说 如果第一次开启 因为I的值预测值 这个变数呢 预测值应该是没有东西 或者0 那表示说第一次开启 如果乙班 它是第一次开启 那我就呢 另外开一个新的工作簿 所以点Copy 后面没有东西嘛 表示说我另外开一个工作簿给它 然后呢 另存新档 有没有 Save as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不用Save copy as 用Save as 存到桌面上面 叫全部 有没有 先把它存档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I等于1了 如果I等于1的话呢 那下一次那个逻辑 就会跑Ls了 也就是第一次 它才会Save as 那记得 再来怎么样 把那个档案给关掉 OK 那就是 基本上 你就不用再去开那个档案了 基本上这个档案 或者这个其实好像不关也没关系 这个等一下再看一下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椅班 如果第二次椅班再开起来 那它就是 Safe copy 一样是Copy 可是问题哦 它是放在After 冒号 记得哦 上面跟下面最大的不一样是 放在那个工作簿里面的这一个 的 的 序值1的后面 意思就是帮我放在后面 放在后面的意思 然后把它关掉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 最后记得 再把那个 我们全部这个把它关掉 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加一个这个参数 Safe Change 的这个参数一定要加 因为之前好像忘了加 忘了加怎么样了 奇怪 里面没有 做完了 好像有动 但是问题呢 因为你少了 因为 这个地方有个Safe as 最后记得 关掉了 一定 因为你又加了 底下有12个班级 所以最后记得 要把SaveChange 等于True 否则的话 它好像存完 奇怪怎么只有一个一班 因为你最后少把它存档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 就是把那个 就的先删掉 把那个桌面上的VBA 里面删掉看看 OK 里面空的了 好 再来的话 我们租航来跑了 那这边的话呢 Axpress 先帮我抓一下哪一个呢 不对 里面应该有东西 现在没办法 所以要先确定里面 有没有先放 先把它 资料先放进来 OK 那12个之后的话 我们来合并 合并的方式的话呢 当然 第一个我们就是先 目录取得 OK 然后呢 先抓第一个 所以它第一个给我们是 钉班 然后钉班的话呢 它就先把钉班 开起来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钉班就被开起来了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I呢 预设值当然是空的啦 所以它现在一定会进到这边 那把它Copy 把钉班怎么样呢 做一个Copy 产生一个 一个什么呢 活跃步14 然后把这个怎么样呢 根据这个活跃步14做什么呢 把它Safe as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Safe as之后 把它Safe as之后 把它Safe as之后 不过它可能因为这个 Active可能要抓到 所以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一个一个存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合并活跃步的整个流程 不过这一题 这个地方 又会比前面来的 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在那个回圈里面 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当它是第一次开启的时候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